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其实是关于创生这个词的使用 那我们就把脉络讲究一下 但我们知道魔宗山是有两层朋友论 一个是无职的朋友论属于价值界 一个朋友论属于价值界 那魔宗山很常使用的一种表述是天道创生万物 那如果我们放在价值界的话 它是应该说这个天道创生万物的表述 就是对万物的一种价值上的结析 那所以这个创生实际上不涉及经验线上的变化 就是经验线上的变化 就是一种对万物在价值上的物与质感 然后是当于人物的前面 那如此一来所谓的宇宙秩序或创生 都可以用来描述 都可以用来描述 好像因为我们一般对宇宙秩序的观点 好像直觉上是 直觉上会觉得它是指经验的现象 创生会觉得是指经验的现象 那可是魔宗山是把创生和宇宙秩序用在价值界 那在这个意义上就是 宇宙秩序和创生好像有时候可以用在讲价值界 好 那就价值界而言 那我们在讨论天道额创造性的时候 是这个星级的道本世界 或者我们也可以出现比赛的 好 那就现象界 那天道额我们怎么看出天道额创造性 通常都是用一种 所学上的归纳引语的方式来认知 就是莫先生所说的 就是顺取之路 好 那这我看来这就代表 可能是创生这个词好像在放在价值界 竟然放在现象界 其实他们的意义真的差很多 而且这两个是没有办法互相化的 互相化的意义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用这个来讲 没有办法用这个来讲 那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创生这个词是不是不太恰当 那如果不太恰当 它是不是用在价值界上 不太恰当的用法 因为它表面上一般你看到 我会觉得这好像应该是在经验前的创生 好 那个 这一次我看大家的问题 差不多是在问 问牟先生不是在问我 所以这个就是讨论牟先生的用法 那只有朱光雷老师的问题是在问我 那这个就是问牟先生 不過我想一下牟先生思考的方式是这样子 因为呢 讲的是如是道三教的差别 然后同时讲中西哲学的差别 那中国哲学是实践哲学 那如是道都是实践哲学 那实践哲学其实是人生哲学意义的实践哲学 人生哲学意义的实践哲学是追求理想的人 追求理想的人就是要把理想讲清楚 所以讲的都是理想也就是讲的都是价值 因为讲理想讲价值 然后又要做如是道三教辩证 在如是道三教辩证上 那儒家跟道佛 摩先生认为最大的差别就是 儒家认为这现象世界整体是实有 和道佛是无 是张宰的立场就是这样子 那因为儒家是实 道佛是无 那儒家的这个实 而儒家跟道佛都是价值哲学 那就把儒家的这个价值拿来做 儒家是实 这两个做一个结合 所以这一个创生 是儒家必须要有的立场 因为这个立场可以跟道佛在这个行上学的意义上有所差别 就是实有跟非实有 所以道佛其实是没有办法创生 那摩先生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儒家是可以创生的 但是讲了创生以后再回头细节来看 那到底这个创生在用在什么事情上 结果讲了半年就是价值意义的创生 确实并不是那个存在意义的 现象意义的这个规划 不应该是说他认为他有现象的这个意义 因为现象的出现必须有价值意义才会有现象 否则不会有现象 所以这个价值意义是作为创生的最高的实体 那摩先生认为当然是绝对最恰当的 但是我们在读这个得福一致的时候 这个创生的道体 竟然无法保证现象世界的存在感 存在状态上面的得福一致 那这是我对摩先生提出的批评的重点是 那因此其实没有得福一致 那摩先生要讲创生 而且认为只有道德意识可以创生 这是摩先生的创作法 那可以尊重这样子 但是创生而且只有道德意识可以创生 然后用道德意识创生的现象世界 整体存在一些本体宇宙论 在儒者的这个道德实践上也可以得福一致 而且比基督教上帝的保证更得福一致 比佛教因果业报轮回的保证更得福一致 那这个我认为就说得太过了 我认为关键在这里是得福一致的这个命题 使得摩先生说道德意识可以创生现象世界的这个说法 也保证了得福一致 那我就认为这个就连接不起来 因为上帝一定是保证 只要接受上帝存在 那上帝有审判 那理论上他就自圆其说 不一定是你不相信上帝存在 可是这是知识论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佛教因果业报轮回 某些人从哪 从头到尾就没有谈到 从头到尾就没有谈到 但是没有因果业报轮回 就没有佛教的理论 那因果业报轮回 就藉由轮回观 那根本就是得福一致 他就是得福一致 而不是别的 那所以当某先生要说 得福一致 而儒家能够做到 得福一致的时候 他诉诸 正成这个儒家得福一致的理论进入 还是儒家是实有 道佛非实有的 这个形上学的立场 来谈的时候 那这是我一直质疑的 究竟这个得福一致能不能够在存在上 对人故大德必得其微必得其名 必得其路必得其寿 这种中庸文字上所显现的得福一致 能不能做到这个保证呢 那其实是不行的 不过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儒者本来就不认为行 那如果要行的话 那就是中庸那段话要 要好好的做一些理论的发挥 才能够这个落实 这个必得可能是必须要得 然后要努力的让他得 那个没有大德没有得位的朝代 肯定是很烂的朝代 大德得位的朝代才是最好的朝代 如果作为一个理想 这个命题是一定可以成立的 而且是应该要成立的 那就是儒者追求的理想 然后这可能是一个尝试解读中庸那段文本的一个进入 要不我之前的写文章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儒者就要发挥更多的现实掌握的技术 那现实掌握的技术 易经就是现实掌握的技术 这样的一个著作 那透过这种现实掌握的技术 以及这个君士记民的实践来落实 所以如果是这个意义的落实的话 那就是说在操作的记录上可以保证大德 必得位 然后也就是保证得福一致 但这还是操作的结果 并不是德一定可以得到福 因为德不一定可以得到福 从孔子从孟子的说法 就已经是这样 因为是这样 那才呈现儒家的伟大 或儒家的这种大丈夫的承担的精神 但牟先生一定要跟西方哲学辩论 基督教不能得福一致 一定要如是到三教辩论 佛教也没有得福一致 可是这个弄来弄去就是 第一就否定上帝存在 否定就一句话 没有任何的论证 其实他也论证不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他在世界的宇宙论的 这个世界观的讨论 不是一个否定就算了 这还要做很多的讨论 事实上我现在就在针对 这种形态的这个正理 去建立理论的讨论 就是中国哲学的真理观 或者是这种实践哲学的知识论 我们怎样去处理这种 透过个人的实践才能够达到的 这个超感官知觉的境界 而言说的他在世界的存在 及种种的状态的这种东西 的被证成为真 这种真理观怎么去谈 您也可以说 相信上帝存在的基督徒 在他们的生命的世界 他是认为上帝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也相信有死后的生命 现在就是我们不能够 请死人回来说话说 真的到了上帝的天堂等等 那就是像这样的理论该怎么去谈它 那佛教有因果夜报轮回 人有中医生的过程等等 那这样的一种理论 我们应该怎么去谈它 我们不是一句不相信 就把这件事情结束 所以这个处理上帝是这样子 那处理道佛呢 却是以实有对抗非实有 以实有对抗非实有 所以道体、人体、心体、天体这样子 那是可以创生的 而有了实有 这样的说法是儒家形上学的建构 这个建构我觉得就是要尊重 因为张仔也是这样建构 但这个建构了以后 摩先生还是要强调得福一致的时候 却把那个两个宗教哲学 最能讲得福一致的宗教哲学 搁置一旁 而要讲儒学可以得福一致的时候 我就不断的追问 不断的追问 不断的追问 就发现没有得福一致 那我这整段的讨论就这样 那至于就是说 创生在价值上不见得是一个恰当的表述 那这点我就替摩先生说 他的语言是这个意思 他要讲的就是世界的存在的实有 那他的理论就是道德意识 才真能使这个实有成其为有 那就这个意义来讲 那上帝是不是因为爱世人 爱这个世界所以创造了实体 那个爱也是一种道德意识 或者什么意识 那佛教的这个现实世界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如果是起心了一心开门 心真如 所以心真如也是本来存在 根本存在 永恒存在 所以心真如是不是也是佛教意义的 儒家的那种道德意识 或是披露真大不放光 而有现象世界 而有佛 所以基督教也好 佛教也好 在谈这个现象之有的那一个 宇宙发生论的这个问题的脉络上 使现象之有都有一个价值意识 但如果我们用这个 维世学染污阿赖也是 那就是一个偶然性的而已 但是维世学不断的发展 成为如来藏以后 那不是一个偶然的意识 而它是一个智慧的这个历程 所以是如来藏的缘起 而不再是染污阿赖也是的缘起 因此去谈现象世界的有 在佛教也好 在基督教也好 都是我们可以承认有一个价值心理 所以才使得现象世界有了 才使得现象世界视为有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让某先生发现的 或者是发明创作 用价值意识来做创生的 真正实体意义的依据 那我觉得真的是有它的贡献 有它的创造 只是中西哲学比较跟三教比较 我认为这里是有问题 我觉得我一直跟某先生讨论的 常常就是只是文本诠释的问题 就是那道佛可不可以被你这样理解 那西方哲学可不可以被你这样理解 那西方哲学可不可以被他这样理解 我没什么挑战他 因为我不是做西方哲学 但我做中国哲学 道佛可不可以被这样理解 那我是不断的挑战 即便是儒家哲学系统内部 而成诸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那这是我主要跟他挑战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大家有什么意见 或者问题 那个朱老师的问题跟这个问题有点接近 那待会站到你那里的时候我们再站 好那永生这部分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你的下一个问题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对于道佳的讨论 我认为老师的观点是有境界就必有本语 有本语就必有境界 那用罗语数理来讲就是经界里面的文章条件 所以其实这个意义下其实道佳他也有讲西流 也有讲西流 那可是某先生显然就是这样讲 他说他说 呃 这里我好像看过他其他 在讲同财性语言 选语言 是中国的词语言 好像有另外一种说法 或者认为他可以考虑 那至少在老师的文章里是这样的 老师在文章里的领文 某东山是这样的 宣称道家有境界的呈现 不定别形态上去 不设置本语 那在我看来 既然可以有境界而无本语 那也就是说 要有境界呈现不代表要不认为本语 那所以他导出 某先生导出的结论 是倒在石流上是一个姿态 而不能有任何的股定 那依照某先生自己的说法 就是无为是把他输石流 那是无为是描述 那在这里其实 我想说的是 先不管那个 某东山对道家的权势到底更可怕 不过我们先就 境界形态的形上学的速度来看 那如果道家不肯定任何使用 或是不涉及本语的话 那这是不是代表道家 其实根本没有处理到形上学 我们可以说他 预设一套形上学 所以这完全不可以 那不代表他真的有 有形上学的讨论 我觉得这应该是很迷信 那某东山把 讲道家的时候是把 他有一种表述就是 食油和作用是混合的 那 那在这个意义上 是不是我们可以说 其实道家就只有讲 食油的作用 但他针对食油 其实没有 没有做什么说法 当然 只是就某东山的语言 那在某东山的诠释下 好像道家根本没有讲到 食油的任何内容 性质根本没有任何限定 所以才说他是指示姿态 那我认为在这个 如果是顺着这个脉络来讲 境界形态和形上学 好像 他真的算是形上学的意义 还是只是 某东山认为他的讲的境界 可以有某种形上学预设 才给他加上形上学的词 某先生是大谈特谈形上学 但是呢 大谈特谈中国哲学的形上学 跟西方哲学的形上学的差别 那种东方哲学的形上学 跟西方哲学的形上学的差别 不只是可以从儒家说 也可以从道家跟佛教说 所以道家跟佛教呢 都有形上学 但是跟西方哲学的形上学是不同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问说 这个 某先生是不是认为 道家没有处理形上学 那某先生会认为 道家有形上学 但是很特别 好 这个特别呢 是儒士道三教 都共同的特别 就实践哲学进入的形上学 但是呢 因为某先生有更重要的使命 就是儒优于道佛 所以 道佛虽然跟儒家 一样都有实践形态的形上学 但是儒家跟道佛的形上学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意义的不同 那就是实有的形上学 所以实践形态的 这个进入建构的形上学 就是儒士道三教都有 所以呢 因为实践而呈现了一种境界 所以儒士道三教都有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但是却只有儒学是实有的 这样 那你的问题是说 这个 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真的有形上学的意义在吗 那我们就要问 一 亚士多德的定义 还是一 魔中山的定义 这样子 那一 魔中山的定义 后面三个字就是形上学 它就是一种形态的形上学 那 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或这个实有形态的形上学 是放在中国哲学的 儒士道三教的形上学的 类型的差异 来做比较的时候 而说的 就这个差异的比较 而言呢 那摩宣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重贯重奖 跟重贯衡奖 那重贯重奖 跟重贯衡奖的重贯 就讲本体宇宙龙都说了 那重贯重奖跟这个 重奖跟这个衡奖的这个差别呢 是在于这个 到底经不经过这个 主体的这个实践 而能够这个充实起这个 本体宇宙论这样子 那就此而言呢 恐怕道佛也都是一样 他都有公夫境界论 所以能够充实起这个 重贯重奖的 本体宇宙论的系统 问题只是 道佛虽然有谈到本体宇宙论 但是那个本体宇宙论 不是实奖 而是虚奖的 就是重贯重奖的 那个重贯呢 在道佛呢 不那么重贯 但重奖是都有 因为他都有道德 都有实践 都有新兴论 都有道德实践 但那个重贯呢 在这个道佛呢 就是只有语言的姿态 他不是说老子虽然讲了 但是只有姿态 庄子虽然讲了 但是只有姿态 而且庄子想要化掉这个姿态 至于郭相呢 根本就说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道体 没有道理 那怎么会是重贯呢 那就不是重贯了 但是某先生又要说他们这个有处理到 因此才是形上的 因为如果没有重贯 就当然就没有形上学 但他们都有形上学 所以某先生给自己设了很多的麻烦 他要走一条路 但要设一个关卡 走一条路要设一个关卡 走一条路要设一个关卡 走一条路要设这个关卡 是要把这些人排掉 走一条路要设这个关卡 是要把另外一些人排掉 这样子 所以在关卡很多 所以自己必须不断的跳跃 所以要不断的创造观念 创造名词 来做这个三教辩证的这个比较 所以我认为就是某先生一直都是在 讲儒学 藉由西方哲学的资源 藉由道家的资源 藉由佛学的资源 来讲儒家最好 儒家第一 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那当某先生说 这个道佛的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是一种形上学的时候呢 关键在如实到三教的辩证的比较上 就是因为他缺了道德意识 不能够谈创生 就是前面那个问题所说的 缺了道德意识 不能够谈创生 因此没有圆满的形上学 谈形上学呢 或谈圆满呢 就是一定要持有被全权的保证 哲学就是为持有而奋战 西方哲学整个为持有而奋战 东方哲学也在为持有而奋战 但是呢 道佛却没有为持有而奋战 那这就是如果说 儒学是在为持有而奋战的问题意识 是为与道佛辩的话 那儒学确实在为持有而奋战 并也认为道佛不为 道佛没有持有的立场 但是呢 到底道佛有持有立场 还是没有持有的立场 我们要怎么来评价这个标准 那条线画在哪里呢 那个标准完全是儒家的世界 完全是儒家的价值意识 而不是道佛的世界观 不是道佛的价值意识 那这个道家 我们可以说跟儒家借用共同的 经验限制世界的这个世界观 但如果是庄子的话 他就已经有他在世界 神仙的世界观 那佛教就 那道教就更不用讲 有更多更多的他在世界 不过道教的这个价值意识 跟儒家的价值意识是一样的 都是经验限制世界 所以我说道教是有他在世界的这个 一个形上学世界观的系统 但他的价值意识却是一种入世的哲学 此世的哲学 那庄子有神仙的 他在世界的这个存有者的系统 但他在世界的神仙的存有者的系统 他的价值意识是出世 并不是入世的 但是中国的道教很多 他价值意识根本就是入世 意思就是说 每天忙的都还是人间的事情 那些鬼神每天忙的都还是人间的事情 所以非常的入世 但佛教哲学 那十把界三千 大千世界 这样子来讲的这个世界观 那究竟你用时有与否 来谈这个世界观的时候 可以谈吗 那如果就这个世界 那佛教讲成住坏口 那他不是时有的 但如果有所有的世界此其以彼面 而且永远有佛 永远有菩萨 永远有众生而言 那你去说他非时有的意义何在 那儒学要说时有跟非时有 其实面对的就是家国天下的经验现实世界 对于这个经验现实世界 是不是去就像王阳明 或者王阳明所思考的 是不是有一个事工 来呈现这个经验现实世界存在的价值 追求落实这个经验现实世界 家国天下的价值 那这个是儒学 从张展到王阳明 这些儒者在努力面对的问题 那儒者可以批评道佛 没有在面对这个问题 不过我最近在做一个工作 道佛不是没有面对这个问题 只是不是没有面对现实世界的活生生的人的问题 道佛理论不是讲给鬼听的 都是讲给人听的 这个是目前讲人间佛教的很流行的话 这个都是讲给人听的 只是他要人追求的理想 不是只是以官员的身份来关心家国天下的这样的一种角色 他会有其他不同的角色 那因为人的问题呢 不是只有国家社会是否被管理好的问题 国家社会社会体制非常入室的 是否被管理好的问题 确实儒家最关心 老子也很关心这样子 那庄子就不关心 那法家比儒家还更关心 就更现实更入室 但是人生还有别的问题 就人生还有别的问题而言呢 庄子的关心 就人在面对别的情境 别的问题的时候 他有出世的立场 佛教也是关心人的问题 但人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生老病死的问题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就不是只是关心家国天下 有没有被事公毅毅的事公落实 照顾好的问题而已 所以他关心的也还是人的问题 并非不关心人的问题 然后呢 那因为有他在世界的世界观 所以要去用一个简单的 境界形态的形状学 跟实有形态的形状学 来做儒道佛的差别 这其实就是简单化的问题 或者是说 这其实就是单一在儒家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的立场上 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那这个对比说了这么多 有意义于建构儒学 但就道佛文本诠释 学派理论的理解而言 就极大的这个牺牲了 极大的一些错误或一些扭曲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还是正确理解整个中国哲学 如是到各家的文本意志 那我们也是要正确理解 二世纪当代新儒家 牟宗山先生的文本意志 那他有创造 但在诠释上呢 过失很大的 所以这些那个术语的特征 都只为儒学建构而服务 却牺牲了对道佛的理解 好 这样 有没有问题 有过去好像看过一个 弘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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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就是 他说这个境界形态的形态 我觉得他如果是讲庄子 有几个道理 庄子 从开店来讲 小早啊 良心啊 心灾啊 似乎有点境界的味道 当然也有 比如说心灾啊 至于说讲老子 所以 不怕他就 倒生一千万二千万 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 你们两个以后 就要 这样的实有的东西 我其实不知道 柳老师对 还有包括牟中山 还怎么 看着那个老庄 就不笼笼的讲道 老庄飞 所以 牟先生 对老子的理解 跟庄子的理解 是不准确的 好 他的心体 性体可以说是 对整个宋敏学 各家 做文本竖解 他的文本竖解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的 这个偏师 所有的文本竖解 目的就是跟朱熙吵架 所以 请周敦怡跟朱熙吵架 张宰跟朱熙吵架 陈昊跟朱熙吵架 这样子 好 请陆向山王阳明 胡武丰 都在跟朱熙吵架 但是他在处理道家 哲学的时候 他就是 藉由郭向的 助装 作为入手 那 郭向是中国 哲学史上最特别的 一个 哲学家 这个 唐俊逸先生说 郭向这样的理论 就失去了努力的意义 老四光先生说 郭向这样的理论 根本系统不完整 中间一段悬思而已 那 魔中山是哲学家 老四光跟唐俊逸也是哲学家 那 方多美就说 郭向的理论很好笑 很好笑 你没读懂嘛 你没有读懂 庄子怎么开始讲 但因为郭向非常的什么 诡诀 歪来歪去歪来 把你头脑搞婚了 这样子 所以就可能没有 不知道怎么去攻击他 牟中山先生也是非常的诡诀 歪来歪去 歪来歪去 歪来歪去把大家搞婚了 就以为 他讲的是 对的 那 这个 牟先生怎么讲 老子呢 牟先生先讲郭向 或使莫为 就是 莫为 就是没有道题 或使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道题 那既然没有了道题以后呢 郭向是助装的 某先生在郭向助装是正解 还是计言出意的这个问题上 那始终是抓着郭向助解 庄子 认为是正解 但后面到了原善论的时候 稍微有讨论到 就是说 郭向这样的助解 未必是庄子的意思 说未必是庄子的意思 只是说庄子未必把话说得这么绝 但是庄子的意思是郭向的意思 这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说就是用郭向的解读 来解读庄子 不然认为庄子未必话讲得这么绝 但经过郭向这种诡诀的诠释以后 那庄子的意思 所以庄子不是为庄子写庄子 庄子是为了肯定孔子而写庄子 所以庄子著作里面 对孔子所有的这个匪薄之词 都只是要推高孔子的这个精神价值 你看他那么辛苦 但是又那么庄子 所以这个机名论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那说孔子很苦所以很笨 是我们知道的孔子的形象 那我认为这就是庄子的目的 但是呢 摩先生就把庄子批评孔子 把孔子讲得很可怜的那一个形象 说成是孔子的姬这样子 而庄子自己呈现出来的 那个意境叫做境界 所以你刚讲说庄子很境界型 没有错 那摩先生也读了庄子很境界形态的形象选 而这个境界呢 那正好也是儒家本来就有的境界 所以他认为道家讲境界讲得更好 那儒家呢本来也蕴含 所以呢道家替儒家 把儒家的境界讲出来了 那至于儒家的那个本体的部分呢 庄子又一种过于倾苦 过于刻苦的这个角度呢 去替儒家呈现的那一部分 所以呢反而道家帮助了这个儒家 所以当他在诠释郭相 诠释庄子的时候 他一样在诠释 诠释儒家 那既然是这样子 那没有道理 那庄子的那一些 这个讲儒家的话就先不说 庄子也是有讲福道有情有幸 无威无名 可是呢这个道呢 那就以郭相的诠释 是没有一个超越意义的道 那当这个东西解释了以后 再去看这个王碧解释 这个老子的时候 王碧讲这个道是万物宗主 万物宗主是无形无名的 王碧直接切无形无名就是 就是没有这个道体 道体是万物宗主 但是他是无形无名的 万物宗主是无形无名 是王碧很努力发扬的 一个对道体概念的讨论 但无形无名指的是 他存在的无形无名 存在的这个无形无名 那不是跟朱熹讲太极是无形的 这种思路是一曲同工之妙 类似的就存在是无形的 而不是说他是无这样子 那至于当看到老子的 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 呼应而抱扬充气以为和 有狠人先天地生 独立的不改 周行为可行为不知情 自知觉到等等 这么强势的这个道的实有意义的时候 某中山直接讲唐君毅先生说 这一个道有实有的意义的解读 是错误 我有引出来不知道大家能看到 唐君毅本来就是讲老子言道六意 就实有就是第一意 那某先生说唐君毅先生这样解读是错误 可是翻开当代中国哲学史 找不到第二个人会认为老子的道没有实有的意义 而且老子的道的实有的意义 如果是道家主干说的陈古英老师来讲的话 后来儒家的异传的形上学是超了老子的道 所以儒家的异传的形上学的道当然有实有的意义 那儒家当然有实有的意义 可是这是老子的思路的这个抄袭这样子 所以有实有意义的形上学意义的道体 在老子哲学里面所有的学者读起来不会有这个味道 不会有读出没有实体的味道 但某中山为什么能够读出没有实体的味道呢 那就是庄子讲因为他有成见 反正就是要把你打下去 其实张仔的理解也就是不对的 这个天天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张仔把它解读成那是一个根本物 根本物那其实不是的 那只是应该说他起于无邪这样子 或事情没有发生 故常无以观其妙 那如果根本没有 那我在观什么妙 他只是没有显题化 所以呢 那这是从功夫境界论上来说的 那至于这个后来的发展 那就是宇宙发生论的发展 不管是这个淮南子或者吕世春 就这些著作的话 那就进入了存在始源意义的道 那在老子我认为比较更多的是 这个终极原理意义的道 所以就是一种作用上的 还没有看见还没有显题 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常无 来看事情的发展 那老子的道声音二三三万物 冲 冲气与违和 当然就是实体的意思 而这个意思呢 在这个秦翰之际的道家学派的著作里面 就变成宇宙发生论 那就是从无形到有形的一个过程 无形到有形的无形 还是一个石油 张仔自己都说气散入无形得太趋 但是是石油的 那为什么道家就散入无形成太趋 或者从无形到有形的那个无形 就不是石油呢 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张仔跟摩托山 共同的一个错误 所以摩托山就是硬 硬让老子的道体是没有石油的意义的 但是老子那么石油性的句子 怎么去解读呢 那反正有郭向这个打出了招牌说莫为 所以老子这些东西他就只是一个姿态而已 一个姿态的呈现 然后王毕的老子的诠释 又特别能够发挥作用的保存 之而不有为而不是长得不宅什么 这些话又说的特别好 那所以摩托山就是说 它是一个作用上的呈现 所以后面又讲石油层跟作用层 所以道家在讲这些东西都是作用层 而没有石油层的意义 道家有作用层 儒家也有作用层 佛教也有作用层 谁都有作用层 因为作用层就是讲功夫论 但是有作用层就是 永圣这边的问题 我的意见 境界跟本体是互为充要的条件 没有本体你到底在作用什么 没有主体你到底在作用什么 没有实体到底在作用在呈现什么 那这是很奇怪的理论 那摩托山就这样子的很奇怪的 全是道家或全是佛教 他们只是作用的 他们只是这个作用层的 只是一个姿态的呈现 作用成功了以后 呈现就是一个姿态的呈现 就变成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这个呈现的是面对天地万物 所以它说到了天地万物 所以它是纵观的 说到了天地万物 那就是形上学 所以一直都是从功夫论去讲形上学 而没有直接面对正式 道家道教佛教的宇宙论 或他们的宇宙发生论 所以摩托山在讲这个老子的 实有的意义的时候 这个实有的意义 那就是郭向的解读 就是没有这个实有 白子黑子 那么样的实有性格的宇宙发生论 就硬 说只是一个姿态 当然没有办法令人服气 但是也不需要不服气 就是否定就好 否认老子应该被这样解读 现在想想我念寿司班跟博士班的时候 那个中国哲学十九奖啊什么 那书翻烂了这样子 当时就是 因为中国哲学最好的最深的作品 就是牟先生的著作 然后唐靖英的东西就不容易读懂 方多美先生的东西就一下看完了 这样子 那牟先生就要看好多遍 好像又很清晰 所以很多大量的力气 消耗在阅读牟先生的这个作品上 那我觉得一直要我自己去读文本 讲中国哲学史的课程 一家一家的讲的时候 从这些原点文本来讲 中国哲学史的时候 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解读 那我们再开始对牟先生的讲法 做这个全面的反思 然后就真糟糕 就几乎全部不同意 很难对 不错 那我们就先准备吧 所以我们从中讲 这个全部都没有达到 这个年底有多多的 所以我现在还要知道 你们 económico 很难够 母千万俩 在境界的时候,那就由乌农花、水、农月,你就渴望不喝几次来。 你只是个道,本来人家道,一大志位道,能道的那个道才是道。 很多人的阳谷小道还是康刀那道是谁道的。 当你境界论道的时候,那就道了。 所以说,在这儿,我们现在是境界形态的情况学, 那他人判断就是陈绘的问题。 陈绘形态是在外面上的位置道。 在他判断的就是境界形态的道,就还是很强, 那就是说,那你还是没有在老子中的道的意义上去做道。 所以,我们俗话说是为上道,还是为路上。 现在的基本道,也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讲境界是可以的啦。 因为我的哲学基本问题就有一个境界论。 但所谓的境界论就是实际上做道,变成圣人。 变成菩萨佛等等,那个意义的时候。 那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圣人的境界,神仙的境界。 这时候来说境界,那就是理想完美人格的理论的完成, 或者是实践的完成。 所以,用境界论来说这个状态, 那应该是谈中国哲学一个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境界。 因为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作为一个哲学基本问题来谈。 在某些人这边所讲的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是把这个圣人的境界跟形上学的命题合在一起讲。 从推理的角度,他应该是可以推,一定是可以推。 可是境界论的命题跟形上学的命题呢, 还是不一样的问题下的不一样的命题。 所以不能够是同一个命题。 某些人这边做了太多的混淆。 至于境界呢,很难达到,可是它就是理想的目标。 而且最终必须达到。 并且呢,教主都是达到的。 这个学派的大师呢,也都是达到的。 如果没有达到呢,那这个学派是虚的,是假的。 被儒学史上这些大主,达到了儒家的境界。 当然可能个人的类型不同。 佛学理论里面的佛都是佛。 虽然佛与佛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虽然形态各个不同。 但佛成佛了,就是达到了这个佛的境界。 对境界论来谈中国者,或谈老子或庄子。 我认为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呢,它的意义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可以达到的。 当然要界定。 而且这个界定,一定从本体宇宙论来。 那这个达到呢,一定从功夫论来。 那达到了以后的展现, 那陈昊就是一种达到以后的展现的说法。 那达到以后的展现呢, 那这也是谈境界论的一个境界。 它一定会有本体宇宙论的基础。 所以没有一种单单境界的出现, 单单姿态的出现呢, 而没有一个本体宇宙论的明确的预设, 而能够把境界说清楚。 郭相就是这样子啊。 请问郭相的境界到底什么境界呢? 就好观我自为之嘛。 然后奴隶你们继续当奴隶。 至于做皇帝呢, 在你们面前很辛苦,那是假的,骗人的。 我回到皇宫里头快乐似神仙, 那才是真的,那是明的,那才是真的。 在里面眼前看到那是假的,那是鸡的, 所以鸡明论这样。 这不是很奇怪的理论吗? 所以,这个冯友兰, 应该就是冯友兰嘛。 就是说,就是为既得利益者说话。 还是唐一介先生,就是为既得利益者说话。 冯友兰虽然肯定这个郭相的哲学, 只是说,他玄学讲得很好。 但是就郭相处理庄子呢? 黄奴隶没有说他是正确的解读。 唐一介先生就摆明,这是既言出译。 那就是,他讲的是郭相,不是庄子的东西。 所以只有郭相的境界呢? 是只有境界而没有道理。 也没有功夫。 最重要就是没有功夫。 有理想才会有道理。 道理就借理想来充实这个道理。 所以呢,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是因为我们追求这个理想,做功夫而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呢,唐俊先生就说, 照郭相这样,我们不用努力。 现在就已经很快乐了。 每个人都很快乐。 连奴隶都很快乐。 连奴隶都很快乐。 不要冒信尽了。 不要幻想往上走。 所以这是一个为既得利益者说话的一个中间那一段的思路。 老师光先生就说,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他没有交代整套哲学理论应该交代的问题。 他是没有交代的。 就中间一段抽象的选想而已。 那这样子来讲境界的话,就是郭相形态的境界。 郭相道。 你讲境界论是这个意思。 就是郭相这个意思。 对,那这个意思的境界论呢? 老子不是这个形态。 庄子也不是这个形态。 唐俊先生都说,连庄子都需要努力。 过去大陆的绝对史的著作, 基本都说反正不干。 就是对这个郭相的。 我也是这样看的。 我也是这样看的。 那个鸡康有反抗。 老师说,有军阶弄了, 就是有影响给到组合理工, 要上学,要上学, 就不想请教了, 下来要达到一个什么地方? 那看学派的类型咯。 如果是儒家,就叫天下太平。 那他往下走, 实践如果不能够达到一种担任, 不能够达到一种担任, 他就不能够达到一种担任吗? 不会的。 我觉得境界论是有一种理想性, 有一种高的, 这样的, 中式, 营能的作用。 但是, 他在他的公司论的下达方面, 是一定要达到一个担任? 没有一定能够达到完美。 因为追求的理想是天下太平的话, 那历史上, 几个儒者达到了, 连孔子都没有达到。 但是理想是追求天下太平, 为这个努力而终生奉行, 在生命的历程当中, 没有走偏过, 没有走歪过, 所有的痛苦都承担。 每一次的价值选择呢, 都是毅力之变。 终生无悔, 那他已经达到了儒者的境界了。 死心光明。 对, 死心光明, 复复合久, 已经达到儒者的境界了。 反正就是橙色分量说嘛, 重点是橙色, 重点是橙色, 所以, 谁都可以达到这个儒者的境界。 但是天下有没有弄好了呢? 这一点儒者没有办法打包票。 儒者没有办法打包票, 其实也是儒家的得福一致的问题。 儒者始终保持在主观的这个面向上头。 那牟先生在谈得福一致的时候呢, 其实他想要替代掉, 把存在也包括进来。 那我就一直问, 到底有没有把存在也包括进来。 也就是说, 到底有没有把富贵、贫贱、 受邀这种世俗意义的福, 包括进来。 那答案是没有的。 但是基督教的哲学, 藉由生命观, 佛教的哲学藉由轮回是能够保证的。 但是又有另外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我又不相信上帝创造世界。 我也不相信轮回生命观。 所以基督教跟佛教我也可以整个不相信。 那你当然可以整个不相信。 所以就选择儒家。 那如果是选择儒家的话呢? 选择儒家的结果呢? 那就是只有主观面的自我要求而已。 绝对没有客观面。 那摩松先生的解读的结果也是这样。 解读的结果也是这样。 所以我以为他努力的半年, 会把这个儒家作为德福一致的原教的典范, 的世俗意义的命运给提起来。 结果其实也是没有提起来。 他不可能超过孟子的那个意思。 那坎县是另外一个问题。 坎县是处理那个客观世界的认知的问题。 坎县是处理客观世界的认知的问题。 因为王阳明的智良知, 良知说被蒙中山捧上了天。 王阳明又批评朱熙, 知而不醒。 但是呢, 蒙中山自己也必须面对, 在做王阳明诠释的时候, 客观知识的解读的问题。 当这一切都是良知所为的时候, 而良知在做客观世界的知识的认识的时候, 良知不能单靠良知就能够知道客观世界的认知。 但是良知还是要认识客观世界。 所以良知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呢, 就要砍线一下, 然后就能够开出客观世界的认识。 那我以为这样的讲法也是太辛苦了。 就是把一切的功能都收在良知里头, 所以才需要在一个很正常很简单的客观认识的这个活动上, 需要让良知砍线。 那单单讲新的功能就有很多啊, 你本来就有客观认知的功能, 也有道德意识觉醒的功能。 在新的客观认知的功能上, 那格物自知就是客观认识的功能。 但格物自知的客观认识的功能是, 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 他道德意识已经提起了, 然后用客观认知的功能去把格物自知搞清楚。 搞清楚以后呢, 还要再做一次道德意识的真定, 那就是诚意真实。 然后就可以齐家自国, 拼天下。 那这样来讲新的功能呢, 就很简单讲, 那某学生因为什么时候是良知, 良知才要负责升天升地, 是一个形上学进入的这种良知说, 本体宇宙认进入的良知说, 所以在良知去负责简单的客观世界事物的认识的时候呢, 他必须转弯, 他必须砍线, 所以砍线说才跑出来。 砍线说反而不是道德实践的功夫论, 反而是为了面对客观事物的认知, 而创造的一个名词, 来拯救良知, 单就良知无法认识客观事物, 做客观事物的客观认知的活动, 来补这个部阻而搞出来的概念。 好,我们看今天上次的问题, 对吧? 那我第一个问题是, 某先生他跟我说上帝的保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很久以前, 大家从某先生跟人家接触, 一些主要主要主要就是中国文化的属业, 然后上帝的形式, 中国文化的特色。 那他这一本里面呢, 就讲到就是, 呃, 就是说, 上帝的这个, 就宗教方面, 很容易会有恐怖意识, 那我们人只能够呢, 将自己的主体呢, 唯一在这个信仰就有超越何存在, 那就像是基督教或天主教他们就是, 就是说人者以后就是去盼望救赎, 那这个时候呢, 我想说, 诶, 那如果将这个他律, 这个宗教室的观点, 把它编写在一起的话, 那其实可以推荣明的出来就是说, 为什么他觉得是他律? 因为我们家的优化意识, 能够提起正面的道德责任, 可是面对于这个, 因为叫他本身所带来的优化意识来讲的话, 魔先生会问说, 这是有种邪惑的感觉, 所以说, 如果我们这样推荐的话, 就是人他就没有把真正的内心所道德实践, 因为他所有的道德实践, 都是来自于强迫性, 所以我去会去推荐说, 那魔先生把他的论点, 这个他的论点, 或许是可以从这边采取出来, 那当然, 如果说, 今天一个真正的耶教徒, 或者基督教天主, 还是承起他的一些, 一些属于耶教方面的一些宗教, 真正去信教的人, 他是不是真的会这么觉得,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或者说, 真正的宗教学学者, 在研究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说, 耶教本身是代言的是恐怖意识, 那这也是他们的一些观点, 那某先生未必是会了解的是, 可是, 至少在他自己的哲学的理系理下, 我会认为说, 这两者是可以把他连结在一起, 那这时候有问题, 那你应该不知道, 是不是有问题? 那个他律跟自律的问题, 上次永生有讲, 那个康德的他律是, 只要是普遍原理, 或者是位格神, 这都是叫他律, 这个律定是他律的, 那这个, 所以我觉得我在思考的问题是, 自律还是他律? 而不是自律还是他律?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想的问题是自律, 自律还是他律? 我的意思是说, 就算是他律, 做功夫也是自律, 否则信上帝的人都不会为恶, 但事实上信上帝也会为恶, 信因果的人也会为恶, 所以在为上而不为恶的时候, 永远是自律的, 因此就是功夫论而言, 永远是自律的,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角度, 那第二个角度呢, 那基督教在讲这样子的时候, 实际到今天这个基督徒的传教, 也还是会强调, 人呢, 意志力是薄弱的, 因为都吃了那个谁, 魔鬼叫什么, 苹果是不是, 所以人都会犯罪这样, 所以都有原罪, 光靠自己, 要成圣成贤是不够的, 所以要信仰上帝, 请上帝来帮忙, 这样子, 请上帝来帮忙, 那这构成了一个神学的, 理论的这个架构, 那儒学呢, 并没有借由一个为恶神的协助, 来建立个人道德行动的这个依据, 或者是可能性, 而是把那一个动力, 直接放在性善论的人性论里面, 然后呢, 我就要说说佛教的大乘起信, 为什么叫起信呢? 他这一心开二门, 真如跟生灭, 这个真如, 作为主体内在自己, 这个求解脱, 然后呢, 发菩提心的内在的动力而言, 那这个跟孟子的性善论的功能是一样, 但是呢, 当有些存有者, 而他这个去无名, 然后呈显真如, 到无名断了以后, 就只剩下真如了以后, 这个不退转了以后呢, 他这个只是真如的纯粹的生命的主体, 他还是要干活的, 干什么活呢? 救度众生, 在这个意义下呢, 所有的众生, 除了有内在的真如的自我向上, 还有其他的存有者, 叫做菩萨, 而且菩萨还不是只有一个, 菩萨的任务呢, 就是救度众生, 那这跟基督教所讲的, 透过上帝的协助, 来救赎, 才比较安全的这个思路呢, 又有理论形态上的类似性, 那因为菩萨就是主动救度众生, 那如果是这个像维摩结晶, 更后期的这些大圣佛教的经典的话呢, 那甚至是还没有达到无名段, 还没有这个达到不退转的, 一般的友情众生, 甚至六道内的友情众生, 根本讲的就是人, 就应该同时帮助别人, 同时这个解脱自己, 作为他修行的途径, 所以每一个佛弟子, 信佛流人,大圣佛教, 都应该在自度度人, 自觉觉人, 所以都在度人, 也都在觉人, 所以如果说就这个借由他人, 他力来协助自己做功夫, 成佛,成菩萨,成圣贤而言呢, 那大圣佛教的这个理论, 跟基督教的这个, 透过上帝来救度自己的这个理论呢, 其实形式是类似的, 但是他的理论的力量好像更于强大, 因为所有人都自动, 那我就是做, 我是佛, 我在做这样的一个事业, 那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宗教神学是要不断的发展, 那不断的强调这个恐怖意识, 或者是你不信上帝, 那你就完全不可得救, 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也许对有一些人有用, 但对有一些人恐怕就对立根器的人, 恐怕就听到就比较反感, 就不会接受, 那心理上的感受, 会接受, 不会接受, 这只是心理的感受, 重点是理论的成立与否, 就理论的成立与否呢, 那我必须说, 所有的理论都是成立的, 因为对基督教而言呢, 对上帝而言, 或对这些真正有正量修行的, 这些神父而言呢, 他们有这样的修行, 他们有这样的圣徒的使命, 这种修炼, 他也经历, 甚至也感知到了, 所以他完全接受这套世界观, 那这套世界观对他而言是真的, 那别人如果用同样的方式, 同样强烈的信仰化, 也会有同样的经历, 也会是真实, 所以没有必要去否定这一套理论, 但基督教哲学可以接受为真实, 佛教哲学当然也可以被接受为真实, 道教哲学当然也可以被接受为真实, 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实践哲学, 涉及到他在哲学, 他在世界观的这种真理观, 到底要怎么看的问题, 因为即便是他在世界的宇宙论的知识的感知, 一样发生在主体的感官能力之内被感知到, 耶稣基督应该就是有看到, 或者是那些大的使徒, 或者是这些大的神父, 他们应该是有感知到, 那道教的道士, 道士每天都在感知到一些东西, 那这个佛教的这些大的禅师, 他也都是感知到, 那智者大师在天台山修行, 不是每天都在感知吗? 所以这种他在世界的世界观的知识的感知, 对于宗教徒的修行者而言, 我认为都是真实的感知, 所以我们都必须尊重, 现在我们可以再处理下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看到宇宙是这样, 我看到的宇宙是这样, 那我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处理, 就好像大家都是瞎子, 瞎子在摸像, 每个人摸的都是像, 没有错, 但是你可能觉得他是墙壁, 那你可能觉得他是水管, 或你可能觉得他湿湿的, 你可能觉得他干干的, 但每个人都摸到了像, 所以每个人都看到了宇宙的某些面像, 那因此就圆梭, 那用同样的方式, 下同样的力道, 你当然也看到同样的宇宙, 所以我们都无需去否定, 因为他都是有用的哲学体系, 都应该被同意, 被认识, 那以现代世界的文明如此的发展, 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此的富裕, 用这种恐怖意识, 或胁迫感来传教的话, 恐怕只能发生在, 还活在贫穷线下的人, 会有用, 因为他本来就活在恐怖当中, 然后他又急需被拯救, 所以这样的理论会有效, 所以这个, 但是基督教我觉得他应该, 也不会主要走这条路了, 但是神学的理论, 在这一点上, 是没有放弃的, 那即便是现在来谈基督教神学, 跟其他的学派做一个理论的讨论, 这一部分, 一样是没有放弃的, 你只有靠人的自力是不够的, 要靠上帝的他力, 那你的这个行善, 你的道德实践, 才会获得这个圆满的效果, 那诉诸所有的信徒而言, 信了以后, 道德实践更有效果, 是不是事实呢? 这是事实, 你看我们一些好的基督徒, 他就是相信上帝, 然后他也人品非常的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论, 配合他自己的实践, 那是一致的, 那他也能够做到, 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会认为, 反正都尊重就好, 至于这样的一个讲法, 听的人接不接受, 那是听的人自己的根器的问题, 或者是机缘的问题。 嗯, 嗯, 你看那个解释, 就如果这样呢, 讲的话, 像麻人摸线, 这个都会看到, 你做清楚, 嗯, 那对于像, 那天神病, 封者和邪教, 他们在他们的境界中, 他也不能说, 封者和邪教, 但是, 但是他的那个, 那别人不会接受嘛, 那他不管你接不接受, 在我的里边, 我摸到的像是, 我摸到的像是, 没有问题, 要对于封者和邪教, 他所看到的是真的, 但我们正常人, 不会觉得他所看到的, 不会去, 不会跟着他玩, 不会跟着他走, 是没有错, 大家都封掉了, 那肯定是邪教, 邪教在历史上, 当然也有, 但是正性的宗教, 他不会叫你大家集体自杀, 他不会叫你去暗杀别人啊, 他不会叫大家去吞药自杀, 他不会叫人家干这些事情啊, 所以他能够200年以上这样传递下来, 但是那些时候, 那些邪教呢, 他就会干那些事情, 所以他自我消灭, 很快就把自己宗教给灭了,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我跟之前说到这个意思, 我前两天啊, 我们有出处了一趟, 跟平安威老师, 我跟MH, 在那个地方, 我自己体会挺身的,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 有各种人, 甚至还有那个, 专门祭祀, 林主的鼓, 还有那个印尖, 还有那个陈华, 还有各种的等级, 是吧, 而且他的, 大家的心里都蛮多, 还有年纪, 对, 但是我也有看到, 他有这样的教, 是吧, 然后我们, 还有佛教会, 就是这一路走过来啊, 就是因为大家的心里, 就非常多的地方, 但是这个社会是很辣的, 不是接受的, 那, 事实上他也有一些, 很习惯的宗教, 嗯, 有些我们自己也保不清, 我还看到有一个, 上面写着, 叫树草楼,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那我们同行的那个, 他对肯定很调解的那个, 辣植也不到是什么, 但是, 他也是一个共同的, 哪一路神仙, 我自己保存出来, 就是, 如果, 在一个作业的社会呢, 大家这些, 他们能够去, 给某一份的人提供一些, 精神的一些, 一些信仰, 或者指引的话, 支撑的话, 那么, 他是有待的存在的, 那我们要做的, 就是像, 尊重, 所以说, 有一些宗教我想, 因为, 他能够存在的, 他必定还是有一些, 大家, 互助接受的一些能力, 到了, 他会让人去出现, 他会做引导人, 去做一些, 比较提升自己的事情的, 对吧, 那如果是另外一种, 相关的地方, 他的存在可能都, 他的存在, 因为, 跟这个, 大家不能接受的, 这个像, 五倍的神仙, 自然的, 就会, 就会出现一种, 一种, 一种淘汰, 对不对, 这个是我自己的, 这个不会, 那么, 我实际上, 对这个问题, 有一个考虑, 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来分析, 这个问题的东西, 但是我们, 如果来把, 某中山的这一段话, 拿出来去分析, 它的一个背景的话, 但是呢, 当时的解析, 是有一个, 十年的, 嗯, 他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 就是, 每个西方的一种, 普遍的认为, 中国没有宗教的认知, 就是, 他想给中国的同学, 找到一种, 对西方的基督教, 合理对话的一个肯定性, 所以呢, 他当时, 有两个观点, 一个呢, 就叫, 外者超越, 还有内者超越,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的, 那么, 某中山就把, 西方的宗教, 就是按照, 老师的说法, 他绿的那样, 那个他绿的那样, 那个他绿的那样, 那样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 决然的, 独立的一个存在, 他就好像, 在上天, 冷冷的, 就俯视着, 下界的那样的, 一个东西, 他是外者超越的, 可是, 嗯, 中国的宗教, 怎样才能找到, 合理性, 绝对不可能有, 外者超越的, 孔子也不是基督, 也不是神, 他也不是耶和华, 对吧, 所以他就认为, 他就找到一个, 观点叫, 那种超越, 诸者可以透过, 那一期爱的, 道德修养, 就能上达到, 宇宙天地的一种, 天文主义, 这也是, 有宗教的一种形式吧, 所以, 他这个话的提出, 我感觉, 他就是基于这样的, 一个背景来的, 那么, 至于他说, 嗯, 这个, 恐怖意识, 这样的一些提法, 我想, 我不知道他基于, 什么, 各种提法, 是没有道理的, 嗯, 这是我, 这个问题的, 我已经跑到下面了, 有个恐怖意识, 跑在哪里, 见, 他说, 这个恐怖意识, 恐怕, 是来源于, 西方那个, 经济飞机, 特别是, 付了一点的那一派, 就是, 他们往往认为, 宗教, 搞一个神啊, 女神啊, 或者是, 魏之力啊, 但是, 对魏之世界, 一个魏之力, 所以说, 要投射, 或者像一个父亲一样, 就是, 这个, 大概就是, 这个, 这个, 我有一点看法, 就是, 就是, 这个, 呃, 我们说, 中国的这些, 三教啊, 我觉得不存在, 这个, 但是, 西方那个, 比如说, 基督教早期, 你说呢, 是邪教还是正教, 很难说, 但是, 后来呢, 逐渐的进化, 和自我的理性化, 正, 那, 早期, 那个基督教, 他, 他觉得, 耶稣王, 你摸一下, 你的病就好了, 就不用提到, 现在那个, 法罗伦就有什么区别人, 那, 另外你说, 那个, 道教, 那, 早期也是, 无道理教, 也是那个, 给你画个符, 就把病治好了, 或者是, 吃个什么, 大药, 那, 道教, 跟道家, 这个, 这个, 道教, 可能就跟这个, 中华, 不处, 但是, 到了后来呢, 全人教, 他, 越来越, 越来越进化, 还是要发展, 好, 那, 西老, 你刚刚讲到那个外在超越, 跟内在超越, 因为我刚刚写了一篇, 唐一介先生的论文, 那个, 周末要去深圳大学发表, 唐一介先生就明明, 就讲内在超越, 跟外在超越, 我不确定蒙中山, 有没有用这个词, 我看到有, 嗯, 嗯, 而且他们共同用了这个词, 唐一介先生用了很多, 而且努力的发挥, 对, 谁提出来无所谓, 唐一介先生确实有提, 而且我有看到我们, 而且我正在讨论他提的这个观念, 这样, 那我没有特别注意到, 摩先生有这样提的, 嗯, 嗯, 好, 我们来看清安的第二个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 为了这个秦师规模, 这个词, 很好奇, 因为, 呃, 摩先生说, 三地人, 人格神是一个秦师规模的学籍, 那我小哥又说, 某一个, 呃, 佛教也有说秦师啊, 那, 佛教秦师在我的认知在讲话, 它是对于, 是, 我们人在看这个世俗, 这个世界, 他的, 他的像, 或者是我自己人的一个秦师, 呈现, 那, 他其实是一种虚幻性, 那, 佛教他自己也说就是, 我们必须要转世成智, 那, 在摩先生来讲的话, 他是说就是一种窒息, 好, 那, 这个, 这个自信才能直接对准我的境界, 那, 我是会这么讲究说, 呃, 呃, 佛先生他说, 呃, 上帝是基于一种就是情世作用, 那, 我会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呃, 佛先生他在叛选的历程上面来讲的话, 那, 上帝的境界, 他并没有那种窒息的一个射准, 那是, 我自己有点好奇, 这个无限知情, 那, 那, 因为他只是一个情世上, 一个个人情世上, 去更多有附上的一个作用, 那, 那, 就, 我会觉得说, 这两个情世就是, 可能是一个, 呃, 可能是在发疑之间也是会有一些概念上的状况, 至少在某先生他自己说的, 呃, 有情世作用, 那佛教有的情世作用, 那我是不是会借我这样去说, 呃, 相对来讲的话,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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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三教本身, 然后佛教在内, 他的第一位就是会, 呃, 相对台湾大湾的, 然后从这个方面去看, 好, 我觉得这个角度是不太需要的, 齁, 因为呢, 从形上学的角度来讲, 上帝这一个最高的存有, 他有无限知情, 这是形上学的角度, 所以说上帝存在是一个情世的构想, 是从知识论的进入中, 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东西, 只是一个情世的想像, 那至于这个情世的想像, 是不是跟佛教讲的, 情世作用, 是同样的这个概念, 那这个, 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去处理, 当然这个情世, 这个词在佛教出现了很多, 我们大概就是借用, 其实就是你自己想像的意思, 但是说他是一个想像的意思, 就是从知识论的角度呢, 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他在世界的, 最高神的成有, 所以呢, 形上学, 基督教讲的再好, 再完美, 再得福一致, 但是我知识论上我就, 可以否定你的最高实体的存在, 那我也批评就是说, 不是你说情世, 它就是情世, 不是你不相信, 它就不是真的, 所以, 无限之心是形上学基督说的, 情世是从, 你现在理解, 这叫知识论的问题意思, 到底能不能够认识这个东西, 不能, 所以它只是情世的构想, 但是道德心儒家的人德的意志呢, 我欲人识人之矣, 色影之心人皆有之, 每个人自己反思都会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对摩西人, 这样的一个实体呢, 心体,性体,天体,道体,实体, 反而才是真正,真实的实体, 那弄一个我看不见的上帝呢, 那反而不是真实的实体, 好, 我们看文琪的问题, 一问有点久了, 因为我这边有词到某些东西, 某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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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沙尔、 次很仅但是有病独 Hey, 所以政治上的词法, 时常事業章是, 他海若的笑容 nicht更好。 今次希望观察屈抜崗一下词法和宿法, 在外国性上的物理, 等待会被追储。 更大多第十字词法的预言 责易情帆流利 其實見底性這個底項目來做焦點性的最多 那既然康德他並沒有認知這個項目的項目 那這個最高項目的項目的項目 這兩個一定都這樣說 就是康德的項目的項目的項目 那是不是可以說 康德就是那個最高項目的項目 土豪絕對律令也到的項目的項目 因為這部分有的項目是項目的項目 所以謀生這部分並沒有認定這個上帝 認為他是一個希望的項目 那是否儒家既然說得圓滿 既然說得最高 你會說就是儒家的康德價格 因為康德價格就是儒家最重要的項目 而且他是最高項目的項目 就後半部而言呢 那謀生當然認為那是最高 最高的這個發揮 因為元善就一切圓滿 這差不多就在講聖人的境界 因為儒家就是人本身 是當然是 可以是 就是人 就是人當中的聖人 所以聖人就實現了元善 那就上半部而言 那個無限之心 三教都有 但是他的那個價值內涵還是不一樣的 儒家是仁義理之 道家是無為啊 逍遙啊 佛教是般若智啊 菩提心啊 但這都是他們的最高價值意識 都是無限心 都是無限心的意思是 就是說 他都能夠遍及一切的存在 作為所有的人的 終極價值意識的依據 但是好像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知己知己創造出來 那上帝的這個知的直覺的是 知道了就創造 這樣 那摩天更有這樣的意思 那無限之心 應該是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如是道的就知道了就創造了 那如是道的知道 是創造了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我去實現了我的理想 那就是一個創造 那這很明顯的上帝的創造 是創造今天限制世界 那如果講的是儒家的道體的話 天道論的道體 那當然也應該是創造現象世界 那只不過呢 道家的道體跟佛教的這個理論呢 對於永恆不間斷地創造這個世界 那他們沒有這個功能 那這是他要做三教比較的時候 對道佛的無限智心的功能的一個線索 但雖然沒有創造這個世界 還是有面對這個世界 還是有處理這個世界 還是有美化這個世界 所以呢 他還是一種意義的無限智心 雖然都是無限智心 但是價值意識不相同 所以功能也有所差別 好 第二個問題 嗯 其實我今天之前有提到的 所謂命智的部分 那因為既然 嗯 摩命智說 命智可被超越 但是這個超越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去超越它 它還是命定 而是卻有自己改變的心態 這可能是語言使用上的問題 那對牟先生而言呢 這個命的這個超越 那在儒家 最後就是主觀境界的自我化銷 德就是福 那一個命線的痛苦 在德的前提下被化解 這個說法 我同意 符合了儒家的本意 但如果是從基督教的 德福意志的角度來說 那個功能是他真的得到了 世俗意義的福 從佛教的因果葉報輪回說 他是真的得到了世俗意義的福 而言呢 那儒家的這個德福意志 其實是沒有得到這種世俗意義的福的 這種效果的 那雖然沒有得到儒家儒家的形態 那這也是一種超越 我本來就講了 就說儒家承認命線 超越之道出路在哪裡呢 使命感拿出來就好了 命線根本不重要 就是主觀的感受 莊子呢 命線存在 但是呢 所有對於命線的不舒服的感受 都是你用社會世俗的標準來看 只要你不用社會世俗的標準 解放自由 望人意望女意望天下 那你就不會有任何 從世俗眼光上看自己不舒服 受到限制的煩惱跟痛苦 這也是一個超越 佛教的超越 那就真的是直接超越 藉由輪回觀因果葉報 最後你會善有善報 會得到大的福報 那這才是存在意義的那種超越 所以佛教有存在意義的超越 基督教也有存在意義的超越 只是這個存在呢 要捨棄死後的生命 但這一點呢 就捨棄他在世界 以及死後生命的知識的 建構跟證明的問題 所以在一般人的感官知覺能力上來講 接受這套說法 那就是一個相信是個信 好 那我們從哲學上的方法論上來 我就應該面對這個問題做一個討論 那我其實我最近都在談這個問題 那希望對這個問題提出一些新的談法 那我認為這才是中國哲學的特質 實踐哲學的特質下 去面對所謂的知識論的問題 而來談的一個新的意義 好 文基家有問題嗎 好 我們來處理這個 不是處理 我們來討論比較 來 朱老師的問題 我在之前我還想 好 好 嗯 就是你剛才說 那個男兒模仿 來討論 然後 我的想法是什麼 如果說 這句 某些什麼 風口說 我在石頭講最好 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對一個無限 比如說 宇宙的真理 有什麼樣的東西 無限性的東西 但是我一定要通過 有限的文化形態 來呈現它 但因為有限的文化形態 是各有差異的 所以 即使那個所謂的無限的東西 它投射在這個文化形態上 它所表現出來 一些信仰的方式 就是它的特性 於是可以說 有基督教的信仰 大家信仰 都要信仰 那麼 但是這樣的問題是 如果再往下講 就是說 如果是一種 像邪教啊 公子啊 它也可以說 我只通過我們 通通的文化形態 你為什麼說 我摸到的像 就不是像的一種 而憑什麼 你說就是像的 那就是 對這樣的一個解釋 我可以說 就是你這種通統 對一種無限的表達 不能夠對通統 自身進行回憶 所以如果你最後 表達了性的那種 你就說你最後 對自己的人那種 理性的 或者是人那種 一種毀滅的話 它最後一種通統 就沒有辦法 就要翻到文化形態 那麼 那麼也就是說 如果翻成 不如我們說的話 翻到我們現在的話 就是說 你這種宗教的一個底線 一定要是有理性的底線 那這樣的話 在理智的底線下 你可以說馬上摸下 就摸下 那都是真的 但是如果說 你最後摸出了像 你是反理性的 那這個就是邪教 這個風靡就是 你解決了剛才那個問題嗎 對對對 你用這個話很好 這個話很好 我接受了 這就是剛才你的想法 對 然後下面就是採這個問題 採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 對這個原善的德無一致的問題 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請很很早關注 楊德波先生 在詩摸中山的時候 也就是說 摸中山說的原善 根本不是原善 只有德沒有 有沒有肉身性的 他的德就是一心之轉 這個就是他的轉的問題 但摸中山是可以這麼解脫 就這麼解脫 而且我覺得 這個還是正確 但是我個人呢 我願意替他多說幾話 就是說 他 我舉的這個例子 就是說 我現在對福的解讀 為心一知 劣論而創生一切存在 同時 亦含著 以心一知之自律天理 而行之德行 這常應不已 那就是說 關於這個福的套法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 就是 看看 而其所認知的一切存在 必然屬於心一知而轉 此即是福 這關於這個 此所認知的一切存在 必然的所謂心一知而轉 此即是福 這個問題的理解 就是 剛才是周末聖明 不談的 周末聖明就是價值意義上的 一種轉換 大家完了 就是說他其實流程上 還是那樣子 只是說心一念 那個世界才感覺不一樣 但是 能不能我說 他的轉變 既是價值意義的轉變 同時也是線下界的轉變 我認為 在儒家的這個立場上 就可以這麼講 就是說 價值意義的一種轉變 之後 他對現實的那種狀態 覺得不應該如此 而去進行一種實踐 這個道德實踐 是要從生於這個世界中 去改造這個世界 然後改造這個世界 就需要格物置之 就需要認知這個世界 認識這個世界 就需要理心的架構表現 需要理心的架構表現 於是就要揚之彈現 揚之彈現 揚之彈現 就要進行架構表現 然後創立一套社會制度 這套社會制度 保證 善有善好 惡有恶好 也就是說 他需要有德的這個層面 德的層面 我可以說他推往自己 就是我按照天地萬五體之人 但如果人僅僅是天地萬五體之人的話 只是自我境界中的德主義之 其實根本沒有 於是他就要良知砍現 然後去投授這個世界 改造這個肉身的世界 改造物質世界 然後把這個物質世界 建立一套制度 建立一套制度之後 通過制度 愉悅來保證 有大德人必有其為必有什麼 然後最後他這個世界就是 我們家的原善就是孔子強的大同 世界大同 如有實力這個狀態 而且這個狀態一定 從來沒有實現過 一定是在為這個石油在奮鬥 這個石油一直得出於這個石油在奮鬥 那麼這樣講我覺得可能也脫離一些成果的狂樣 可是我不定了 我不定了我把這個篩命實現 我認為他的 國中山中文的儒家的德主義之 正是他的良知砍現意下 再往下走之後才能達到 而不是他在原生論裡面 我剛剛好像也是說到這個意思 大德必得其為必得 所以你必須操作 操作把它實現 因為這個儒者 儒者命不好沒關係 百姓不可以命不好 百姓命不好 那儒者的使命就沒有達到 儒者使命沒有達到 不妨礙儒者作為一個聖賢 因為可能皇帝太壞 皇帝太厲害 這樣 但是呢 百姓過好日子 絕對是儒家的理想 那因此必須要做很多的操作 也就是事工的這個面向 透過事工可以建立百姓的得福一致 至於那個儒者自己呢 有沒有得福一致呢 那恐怕也還是未必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事工來強化儒家的 這個得福一致的部分 所以儒家要強調事工以及操作的技術 那這個是儒家哲學應該發展的路向 但是講得福一致的時候呢 永遠應該保持他只能有主觀的意義 沒有客觀的這個保證 那就恐怕永遠必須維持這個立場 那某先生這樣講 其實我認為就是 某先生這樣講儒家沒有錯 錯子在 他要講基督教那個意義的得福一致 儒家也有 但事實上沒有 錯子錯在這裡 還包括佛教英國葉報倫 他根本連提都沒提 你要談得福一致 佛教就是直接面對得福一致 你提都沒有提 然後基督教的那個說法 本來也是死後上帝保證 那當然你如果上帝是情世 死後的生命也是情世 那就沒話說 所以你不信這一道 不信這一道就算了 但是基督教的得福一致 確實是世俗意義的保證 你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原善應該含兩顆 一個是得福一致 他一個就是用某先生佛教的佛性來變滿常 就是這兩個條件 我才滿足之後才能說是原善 如果 你不然的話 為什麼說天台是原善 而你進途就不能說 但是你說這個 輪回英國的東西 在佛教的中 只要是人間成的話 這英國都是適合 那你說彩虜 不要彩虜 比如說其他小城大城 就是天台地界比較低的 他們都成了英國 但那個意義上不能講原善 雖然他也講有英國的德福祉 但是他國性沒有變滿常 國性沒有變滿常的話 他只在國的這個論法上講 不能產生德基的福祉 德的這個反向 因此我就說 如果魯家上來講的話 德一定得是天地萬物一體之人 但是這個時候你德性才會變得好 如果說德性只照顧到自己的家 只照顧到那個 那麼你在家的層面上有好 就是我愛一個家 結果家人也愛我 家人結果不止得回饋 我認為這還不許摩先生說 這原善的意義上來講 一定是要每一個人的狀態 得到天下萬物體之人 你的愛已經變天下 然後從此天下之間的 那種互相的物體都回饋 也能夠這樣 這個意思就是國性的變滿常 意義上來講 他的良知的變滿常 然後再講得回饋 這個兩個叫做核在一起才是原善 就是那樣的 不過你這個意義比較多的是原善的意義 對對對 如果我們講得福一致是就個人為人 那當然其實就佛教而言 菩薩心境及佛土境 心境是德啊 佛土境也是他的福 但是你可以說這個菩薩的國土在這裡 那佛的國土是變在 所以佛的得福一致才是更變滿的 那菩薩的這個得福一致 指在他的這個 指及他所謂所在的國土 還不夠圓滿 那可是圓滿或者是不夠圓滿 還是很圓滿 這是圓善的問題 圓教的問題 其實不是得福是否一致的問題 佛教的職業從頭到尾都是得福一致 你小天人你的小果天人聖也是你的福 所以他得福一致就個人而言 他永遠是得福一致 但儒者而言就個人而言 始終沒有得福一致 甚至無德而有福 這種事情很多 理論上他沒有辦法面對這個問題 處理這個問題 是這個意思 但是不妨礙儒者很偉大 對楊之波老師也是這樣講的 但是儒家從來就是這樣 從孟子就是這樣 而墓口鼻命也有信焉君子不謂命 仁以理之信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信 那是我的使命啊 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人要在世界裡的建築 好不是 或至於這個世界封鎖 自然非得了 因我性來 那只有事工的成就 但是事工不一定能夠成就 但是都應該努力 沒有問題 所以你覺得我家是天敵 天敵見最大的悲情 對對對 沒有錯 憂患義是悲情的立場 所以是男子和大丈夫 絕對好 絕對尊重 對 但是我意思說 不要在理論上 錯解別的學派的理論 然後呢 說自己的理論一定高於別的學派 再把儒學講得很偉大很莊嚴 OK啊 很悲情 也本來就是啊 這個就是怕佛兒裏 肯定有人說 我這個好像是 我也不記得 可能我看過 那這個我現在想 我說不是想到的 還有這個問題 問題啊 這個問題其實我自己看某的時候 一直卡在這個意中 就是 我是用波像來解光 用光來解藍 最後整個這個波像 這個這個 用意義來解 當然了 就是我覺得 倒不是那個 比如說 大陸結老子 基本上是個經濟形態 我見到大陸的學者結老子 基本上都是實有形態者 而不是經濟形態系 經濟形態給的 只有謀的這個系 甚至受它影響的一些學者 當然問題是 就是如果是用實有形態來結老子 如果老子裡邊來現場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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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但問題是如果這麼具實用性態來解的時候 怎麼來處理老子其他的那些意 比如說自然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說它有個實體 然後與它的萬物 它創造的萬物之間的一定會保持一致性的關係 那如果有個實體 它會統色的一塊 就像李家的天主 月盈漫穿在各個世事物之間的話 那麼這些萬物它就沒有辦法自然 沒有辦法自然 因為它會統一個實體 集體主義所統色的 那萬物一萬物二萬物二十三 最後它的根源一直到 而到時它有實體意味 具有創生意味 那麼它們那些萬物就會跟著那個實體 往下來走 就變成跟李家一樣的物質來結射 這個就是我覺得 如果這麼一點的話 最後老宗講的自然 所謂真正的自然是跟著那個道者 才叫自然 這個裡面就有問題 那就是說魯家所謂真正的自然 就是跟著人心良知走他就是自然 這個就是一樣的物質 那麼問題是還有比如說 老子元節不及必反的問題 不及必反可以做兩種解釋 不可能一天的 因為反是假走 也就是沒有 沒有是反至於道的本源 這個我可以說 武士道三家都可以講 就是你一定要反到本源上 心性的真理上 那個都可以講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說 就是到了極致 那種事物會往回走 到了極致會往回走 說這是天地命行的規律 也是人做事的規律 你偏要往A 最後達到效果是反過來 往B走 對 對 但如果說 這是一個世間法的普遍的規則的話 那麼它一定是蘊涵在道體中 它道體中本身就有這麼一個傾向 讓它落實在世間中 一定會產生那一種很小 可是 在道體中它沒這麼講 沒這麼講 那麼道體如果是 我們把它解釋成五部 這個道體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的話 那麼在世間法上 就不應該有這個物體不反的規則 所以後來我看是王方雄老師在講老土的時候 他把它解釋成五部的意思 就是說 在我道心的狀態下去做的話 那事物就是照著師民本身的樣子去做 這裡面沒有必然的物極必反的規則 而只有當我的人心去在誠心的狀態下 人為的狀態下去做的時候 是違背了這個物體 要特意去扭的時候才會產生物極必反的狀態 也就是說那個物極必反不是道體本身有的風險 而是違背了道體的物體 只有之後所產生的那種錯誤狀態 才有物極必反的 那麼這樣一點的話 就相當於說那個道體不做的就可能是 那麼下面就是兩種情況 而且根本就沒有道體 第二種是有道體 但是道體不斷產的任何作用 那我就在想 這兩種在老土裡面都可以做解釋 但問題是 如果是照著往下走的 莊子裡面的味道更淡 然後它撥下來解釋的話 就更淡 這兩種都能用解釋的時候 那我情願搬到阿姆遞到原理的話 我沒有道體 我這個氣氛更簡潔 那我就想 我可以不要道體 我就道體本身 只有道體的位格 但是位格上做的什麼 沒有 就是我 而且這種解釋 並不是某先生一個人的解釋 當然你可以說張宰是解釋的 黃舟系也是這麼解釋的 一般的宋隆反佛老 他會說老子講的那個 都是氣面上的事 沒有理 你是無理 然後再說他們又是浩子 然後說他們又是什麼什麼 就是宋明理學 一般人把老子都會在這個理上講 老子在氣上講 不在理上講 你是沒有的 那麼於是當沒有理的時候 氣的雜波性 就變得每個雜波的自己 於是 空A就是物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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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這樣一套解釋蠻順的 就是可以把它系統說到非常順 但如果要建立實體性的道體的時候 就會產生 一個是跟你比較想死 一個是怎麼處理完的 到底弄不下問題 好 你真的是搞哲學 你賺了這麼多彎 哲學思辨就是這樣 毫無疑問 沒有問題 一個關鍵點就是 我是用儒家的問題意識去解讀老子 還是我以老子的問題意識來理解老子 然後說老子的什麼東西是什麼東西 那對於這個 某先生解老子沒有道體而言呢 那這個是從儒家自己是實有論的立場 然後他要說老子呢 雖然白子黑字像個道體 但是他沒有道體 這是從儒道辨證的立場 而他的眼光視野 基礎完全還是儒家的 但是當唐俊說老子的道體有實體的意義的時候 你就看到道生意有這個意思 至於你剛剛所提出來的質疑 就是說那他會不會干涉了現象世界都束縛 使現象世界沒有辦法很自然的運作 那如果我取消了道體的話呢 那反而他能夠產生這個作為等等 那這個跟這個勞思光先生對於宋明儒學的詮釋 形上學中心的詮釋 形上學形態的這個 這個什麼 成誅哲學 這個形上實體 反而限制了一切 如果有就是大家都有 要不就是都沒有 但是呢具體的個別事物呢 是有人有道德有人沒有道德 所以你形上普遍原理說性善論 或性什麼的這些是沒有用的 他不能夠解釋現象世界的分多的這個差異 那我覺得這跟勞思光先生這樣的解讀 蠻類似的這樣 那我再說一下就是說那個反者道之動的意思 以及老子的那個道體的意思 我自己是這樣解讀老子 老子說到了普遍原理 創生天地萬物的 而這個原理呢 基本上呢是一個規律 是有無相生跟反者道之動的規律 但是有無相生跟反者道之動的規律呢 王貓雄那個解讀是對的 就是說因為我喪失了對無的智慧的把握 我刻意為之使得我反而失去了 這就是反者道之動的意思 也就是說反者道之動跟有無相生 是人際關係互動變化的規律 本來就不是大自然事物變化的規律 飄風不中招咒語不中日 曹不之生也柔弱其實也堅強 那個枯搞堅強 就是大自然現象的比喻而說反者道之動 但大自然現象的規律是那個嗎 不是的 那是你用那個現象然後來說 曹不之生柔弱其實也堅強 飄風不中招咒語不中日等等 反者來說有無相生反者道之動 對有無相生反者完全講的是人際關係互動變化的規律 所以給我們人際關係互動變化的智慧 就是弱者道之用 老子則從道也就是弱者道之用 就是無為就是謙虛就是無私心 就是給而不取 甚至不有為而不取長而不宅 所以老子講的是人際關係的這個掌握的這個原則 老子也說老子掌握到了一個規律 一個律則我完全同意就是當然是人際關係 所以老子的文本自己把人際關係變化的規律 上升為整體存在界的普現原理的道體的實體 那個實體 所以這個道體的實體意義其實老子有效解讀的範疇 只在人生事物上不在自然事物上 本來就不在自然事物上本來就講不到那個地方 就像儒家的道德意識再怎麼講 也講不到物理化學的自然事物的原理這樣 如果硬要講的話反而珠希弄到那個理 什麼父子含什麼大黃熱專階有專階之理 才比較開始進入現象世界自然事物的 物之所以為物的原理 就亞里斯多德的那個原理 老子也好儒家也好都沒有講到那個原理 其實都是人際關係的原理把它上升為普遍的這個道體 但雖然如此老子自己的意思是把它講成那個道體 所以我們要說老子沒有那個道體 就老子文本詮釋而言 不是很準確的 但如果我們要批評說老子你之前講得到 你也沒有講到自然現象世界的變化的原理 那這個當然可以接受 這個可以接受 但是牟先生對老子哲學的攻擊的詮釋 是儒家對道家的攻擊的這個脈絡的詮釋 那這個脈絡的詮釋呢就不是道家的文本的意思 很簡單就是郭向解裝到底解對還是沒有 那郭向解裝雖然有人絕大多數學都認為解錯了 那研究道家的學者熱愛郭向也熱愛莊子 都不會認為郭向解對 雖然如此我還是熱愛郭向沒有關係 但我不會認為郭向解對的 但郭向明明是解錯了莊子 為什麼一個為儒學講話的當代新路家的哲學家 硬要說郭向解對了呢 那這不就是莊子所講有成見嗎 你是故意的 你本來要找道家的麻煩嘛 所以剛好利用道家那一個很爛的系統 擴大化把全部收納進來 所以莊子也沒有實體意義的道體 老子也沒有實體意義的道體 但從文本詮釋的角度 這不是老子講這個話的時候的意志 如果我們就道家文本理解道家文本 道家意思理解道家意思 老子心靈理解老子的意思 老子最用力把道體講出來 中國哲學上第一個把實體意義的道體講出來的 邁道就是老子的 有物魂城先天地生 獨立而不改 周形而不改 可以為天下母 我不知其名自知曰道 道的功能是什麼 有物魂城先天地生 獨立不改 周形不改 這四句話 比起西方哲學的那個講substance 毫不多讓 毫不遜色 不遑多讓 實體之所以為實體 道體之所以為道體 最高範圖之所以為最高範圖 有物魂城先天地生 獨立而不改 周形而不改 拿Spinosa來PK一下 也不會輸給Spinosa 對不對 所以你要說老子的道體沒有實體的意義 那就是儒家刻意要貶抑 的一種詮釋的眼光 我的問題一直還是文本詮釋的問題 但老子講的這個道體 然後我們看他的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那確實用在人際關係 還有反者道之動的反 我永遠認為是第二個意義 就是對立 發展到其實一定會彈回來 什麼意思呢 你很厲害 但你很驕傲 人家就很討厭 你以為是因為你很厲害 人家討厭 錯 其實是因為你很驕傲 人家討厭 老子所講的那個意思 你不理解那個無的智慧 推到極致了 反而受到傷害 老子就真的就是看清楚了 人世間人際關係變化的 這一個根本的原則 所以謙虛走到哪裡 都是受人歡迎 傲慢驕傲過度膨脹自己 走到哪裡都是令人討厭的 其結果會被大家推翻 這是反者道之用 所以要弱者道之用 這是老子哲學真正的核心 所以我說老子哲學有兩個脈絡 一個是實存心理 一個是抽象性徵 也就是說一個是存有論的原理 一個是本體宇宙論 本體功夫論的原理 就是無為的智慧 是本體功夫論的價值意識 操作的這個原理 那就是中國歷史上 永遠有老子這種形態的智者 他真的就能夠把天下管好 人家不會去反抗他 對抗他 所以這是領導者的哲學 但中國哲學 也因為老子 對道概念的抽象特徵的討論 銀之不見其走 誰之不見其後 你看你自己都無形無名 向帝之先冤析四萬物之中 你自己要加一個四 那簡直他不是 所以那種遮權的表達 其實是對於 道概念作為最高範疇的 西方哲學士的思辨的存有論 對最高實體範疇的特徵的討論 我說那是思辨哲學的進入 而這種思辨哲學的進入 明家也幹了這些事 這種思辨哲學的進入 成諸理器論 一樣是幹這些事 理無形無名等等 捷徑空破 所以這是一個抽象底 談一個概念的意思的 這種思辨的存有論的思路 那思辨的存有論的思路 發展到了 B 他掌握的也是對 道就是萬物中主 萬物中主就是無形無入 但他絕對不是無實體的意思 所以 當然老子的講實體的時候 你也沒有去講 這個一生二生三萬物 他是用什麼的那個model 發展出來的 你沒有講出物理學的變化 也沒有講出化學的變化 也沒有講出天體運行的東西 你都沒有講出來 你憑什麼可以講呢 我們當然可以這樣批評 但老子的意思 確實是實體的意思 宇宙發生論的始源是沒有錯 所以中國道家哲學的這個脈絡的發展 在秦漢之際的那些道家的著作 就開始細節的講啦 太史太素太粗啊 就開始細節的講啦 所以如果中國科技 要配合一套宇宙論的話 從無形的氣到有形的氣 到底變化陰陽五行的結構 都是這樣發展出來的 就是老子的這個文本 所以這個文本就是 實體主義立場的 宇宙發生論的最高始源 但它還有更核心的意義 應該是這個最高原理 而不是存在始源 是終極原理 而不是存在始源 但它本來就具備存在始源的意義 只是它沒有細節的發展出來 所以我覺得問題是 我們是從儒家的角度去 為了批評道家 而說他缺這個缺那個 還是說我們從道家文本的角度去認識 這個文本呢 他說了什麼 他實際上只能說到什麼 來認識老子 但這樣子的話呢 那老子確實說了實體的意義 只是它實際上有效的理論應用範圍 還是人際關係 是 我就差一點 我覺得 就是反正道之洞 直接放到我們當中去 它 首先就是 就是所謂自然的為例 就是道的 然後在道 人是教會的 就是臉和層面都有 你怎麼可能 人是教會 考慮的這個道理 反正道的動作就是道之洞 因此 它那個 這個老子講什麼時候 它是有一個前提預設的 預設什麼 預設我們那種 最常識的一種固執 比如 你總是喜歡以往之前的 其實 往也是道之洞 但是你只知道往 只知道強 你喜歡這些 但是實際上 它反也是道的洞 強是道之洞 弱也是道之洞 因此後面說 天下萬物生育有 有朋友 我們實際有一個天上萬物生育 但是 你沒有看到 它是 因此它這個 第二章 它說那個 前後相生 就是 高下相拼 就是 明星相合 男人影相 就是 它就是說 你要在這個 所謂的變成社會當中 去考量 道的運動 而不是 就是限定的 一個 三線挑戰 你要在這個 雙向的 就是 雙向的 剛力當中 考慮 道之 所以就這樣 正正 好 沒關係 再戰 時間有限了 我們問 文綺 的問題 對 對 我想問 那我想問 中間 某個中間 的小法 這個 就是 跟 它 跟 它說的是 正直 就是 那 可是 在 可能 在 下 超過 日子 這樣子 這樣 是 那我想問 我記得 某個 短 再說 真 那我想問 真 真 就是真 看我的這個 實質 那 再來就是 這個 正直 理 這個 那如果沒有 被靈魂 一個 客觀 實際 當然 像 當時 的時間 已經不正 那像這個 文綺的朋友 他也要有一個 最高下 那不一定要有像 上部存在那樣的 行 那是否可以說 像這樣的一個 最高 卷柔 而不再用 平衡 那就是存在 可以用那個 效果 那至少 你也要有一個 這個 不見的 這個 表直感 我們怎麼可以說 它可以有 所以說 這樣的性質 是有性質 而是被這樣 人類有性質 相當的 或客觀 有性質 好 第一個 智的直覺 跟感性的 這種 認識 當然是有差別 當然是有差別 那智的直覺 跟感性的認識 的差別 在於智的直覺認識到的 就是 大概 大概就是物資深 物資深 但是物資深 是知識論意義的 物資深 那某先生 用中國哲學來講 智的直覺的時候 他所認識到的是 終極價值的意思 所以就不是一般的 感性的直覺 感性的直覺 感官自覺 所認識到的東西 就是真的 但是它只是現象 以及你個我的 但如果是認識到 終極價值意義的話 他就是可以拿來 成為聖人 成為菩薩 成為佛娃 成為面對天下所有的事情 行為的 單一標準 唯一的標準 這才是 重要的哲學問題 至於我們的感官 知覺的那些 它都是真實的 可是它不是普遍的 而且現象永遠分成 永遠不齊 這樣子 那這個如何實踐 如同實踐 如何吧 你是想問 如何在實踐理性正誠 是不是 不是如同 應該講如何在實踐理性正誠 那就是要實踐 如何在實踐理性正誠 那就是要實踐 當你實踐而實現的時候 那就是它正誠 實踐而實踐就是正誠 那問題是 在康德哲學或在西方哲學 在康德哲學三大射准 你就算實踐了以後 正誠的這個情史 上帝 摩訓還是可以說 這是情史的構想 但如果是儒家的話 實踐了什麼 家國天下 就很扎實 它不是一個你看不見的東西 道家的作用的保存 也是很現實 那佛教的這個救度眾生 也是在下九屆救度眾生 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因為實踐人的經驗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在這意義上認為 就是東方哲學 反而才可以正誠 而西方哲學反而不能夠正誠 因為康德哲學就是說 西方哲學過去的普遍 反而都不能正誠 因為都二律被擋 那康德自己的哲學 摩訓先生又認為 你放了一個上帝在這裡 念 做一切的保證的時候 因此一樣無效 這樣子 這是摩訓先生的思路 那搞康德的好像都不會同意 這樣的一個解讀 好 這個 欸我不太明白 你最後一個問題是要問什麼 因為既然有預售了一個 自衣性的情侶 那自衣性應該也是來自 方哲學 在上帝在 就是可能至少要像 西方有一週 可能最高層有這樣的標 不然我們去做這樣的實現 又怎樣才可以想到 點而不對 你為什麼不客觀 還有人分手機 那當然是 如果這個最高道理 當然是有的 所以摩訓先生不是常常講嗎 道體 人體 心體 性體 好 這些東西都被摩訓先生 視為同一個實體 所以在儒學的系統內 是有這樣的一個最高的道體 最高的實體 只不過這個最高的道體 最高的實體呢 跟心體 性體是同一個實體 那跟心體 心體是同一個實體 而當人去實踐實現 成為聖人的境界的時候呢 那這一切就達到了原教 原善的境界 所以最後原善的境界呢 是什麽 事實上是個境界論 是訴諸聖人的境界 才能夠完成這個原善的境界 可是在聖人的境界上 聖人的心體 聖人的性體 跟天體 跟理體 跟道體 跟實體呢 是完全合一 根本就是完全是同一的 那我會有一個批評 就是說 這個道體是道體 性體是性體 價值意識是同一的 境界也是合一的 境界也是同一的 但是人的境界呢 儒家的境界 畢竟不是像 這個佛變在實法界 的那種意義的那個合一 所以人還是人 而不是天地萬物 這樣子 那這個大飯天 那就是天地萬物 大飯天本身是天地萬物 那佛教的菩薩或佛 有變在一切的 這一個神通的能力 也有變在一切的意義 但儒家的聖人 其實沒有這樣的一個意義 所以 刻意地去說 心體心理就是道體 就是實體 又有點把話說得太大 然而 王陽明是這樣說的 所以王陽明的哲學呢 有很多地方說過頭 但某先生又用王陽明的這個語言 來講這一些東西 所以 他的道德的行上學 既是聖人的功夫論 又是聖人的境界論 又是儒家的行上學 會變成這樣 但始作俑者應該是王陽明 但王陽明呢 偏偏他就是學過道佛 所以把三教辯證的界限搞模糊 但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給他做一個釐清 好 因為下課時間到了 這個要聊天待會再說 課就結束 我們那個 下一次應該是 我會再寄大家 新的文章 可是我好像已經 已經放在這裡了 我看一下 OK 我已經放在這裡了 所以下一次的這個 下一次的 我還沒放 那我待會去放 就是第五篇跟第六 那已經進入佛學的部分 那就請那個 彬彬做多 擔待一些 那朱老師已經非常盡責的 做出了該有的貢獻 非常感謝 那希老師 你的專長在儒學嗎 對不對 我沒有什麼專長 但你還是得做出貢獻 對 你要跟著我們進度 談佛學的部分 畢畢我還在錄影 好啊 沒問題 但你如果可以跟著談 這個佛性與般若的部分 就跟著談 那如果不行的話 我也歡迎你 因為我們前面所有的東西 都歡迎你 就提出問題 因為我們都討論過 所以你再提出討論 OK沒有任何問題 反正就是 大家一起念書 這樣子 那就盡量提問 你這樣上課討論 就比較有趣 不然我 我怎樣 你早就應該熟悉了 我一直記憶沒有給你 告訴你 我期待你今天要提出問題 結果你沒有提出來 對 可是你不是快回去了嗎 不 你不會待很久嗎 你待多久 我在到三個月以後 三個月 反正這個學期會跟到完 對 問題就是後面已經進入佛學 知道嗎 但你可以談前面的問題 我有在給你 這個問題 那就好 那你下次非臉提問題不可 好 就講好了 好 那我們上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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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